自然光呢?谢谢! 航天员老师,您好! 我是河南省实验校种植,植物能否接受到充足的光照? 我们问天仓的植物是在实验柜里培养的, 无法接受太阳光的照射。 但是,我们实验柜里有人工光源, 通过调控光源的强度和光谱, 可以为植物提供充足的光照, 满足生长发育的需求。 同时,科学家还可以根据不同植物生长对光的不同要求, 来设计相应的光照条件。 虽然目前我们还无法直接利用自然光, 不过随着技术的进步, 或许将来我们可以直接利用自然光来培育植物。 在太空没有重力和气流的影响, 另外,空间站里还有像控制力矩陀螺等非常多的设备, 来保障它稳定运行。 所以,我们的太空家园非常平稳, 一点颠簸的感觉也没有。 空间站约九十分钟到地球一圈, 所以,从我们的视角看, 地球的颜色并不是一成不变的。 当进入阳道时, 也就是地球有太阳照射的时候, 蔚蓝的海洋, 黄粒相间的陆地, 披着积雪的山脉, 和大片的黄色桑末都清晰可见。 当然, 还能看见大景村中漂浮的线片云彩。 当进入阴影区, 也就是没有太阳照射的时候, 地球也非常漂亮, 可以看见潮湿的点点灯火。 我已经启动了第四批预备航天员的选拔, 这次将从海、陆、空三军现役飞行员中选拔航天驾驶。 首次从港澳地区选拔载荷专家, 当然我们也会选拔航天飞行工程师。 想要成为一名航天员, 需要经历严格的选拔和训练。 我相信只要你坚定理想, 认真学习, 好好锻炼身体, 未来一定有机会加入到光荣的航天员队伍中, 让种子最终在太空中。 时间过得真快啊, 本次天宫课堂就要结束了。 三名航天员老师, 那我们挥手跟航天员老师再见吧。 五位老师, 是否真是沉岸家, 还能继续超过太空中的地区, 并非看待.? 不过其他人都在不散。 这 检有个人魔力、 在际中的地区中的处理、 这也就营救那些魅力做到光荣的地区。